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要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戚風姬勢在二級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水獸黑金凱薩的部分來通關 這邊先講一下我的隊伍配置 如果你等一下有沒看清楚的話 我下方留言也會貼出來齁 好 赤夢跟達格的話 現在是在紫星石就可以轉到 應該算免費卡了吧 然後再來飛鷹的話 如果你不想還原碎裂或者是沒有飛鷹 那我們就帶其他獸類加C角色 波特的話是用來解鎖 你要換成荒荒解鎖 或者是母母防鎖 其實也都可以 好 那再來龍科的部分幫我帶一個比較好綠珠的形狀 不用帶到三個形狀一樣沒關係齁 那剩下的話我們就是盡力把腐化龍科湊好 四顆放好放滿 這樣你就可以無視那個混蛋值 轉租起來會比較舒服齁 好 那我們剩下就是邊打邊講解了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凱薩爾技衣 然後就點凱薩爾直行三下 剩下就直接大力轉了 好 現在有防燒 也有無視反手消 好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消到那個火珠都沒差齁 二來這邊直接錘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話我們一樣隨便轉就好了 一來是那個效果還在啊 凱薩基因效果還在 所以可以無視連擊同等 二來是 這一隊本來就內建無視顧吸齁 所以不用怕 就直接轉就對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第二關喔 好 第二關就去手銷水木光全部就好 啊你如果有卡珠就看你要不要加減用角色珠 啊沒有卡也沒差齁 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好 啊這邊就直接去 水火 水木光啊 水木光轉到全部 好 應該說沒有抓角色珠也沒差啦 剛剛講的有點怪怪的 沒有抓角色珠也沒差 慢慢去把他帶走就好 反正只是三隻小怪齁 他就算反擊也打不死你 好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確保一下你場上有五屬 啊如果有五屬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打格 然後點狼形態 好 那這邊如果你沒有辦法確保一波帶走 就是你版面真的太差的話 好 那我們就不要去手銷到水珠 雖然可以無視反手銷 但是敵人也還是會反擊 這個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如果沒有五屬的話怎麼辦 你就是慢慢等到有五屬再去進攻 這樣就好了 不要銷到水 啊也不要銷 就算要銷水也不要銷到紅綠燈 這樣就OK了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飛鷹還原碎裂 好 那這邊你場上只要不要有太過多的新珠的話 其實 你這樣轉一轉 要15C 誤差值是不會太大啦 啊你如果真的場上新珠太多 那再來用那個 再來用那個凱撒機處理版面就好了 好 對 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剛消完就是剛好15C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開凱撒二技 那我們開副隊的這一隻 來解除那個暴風 好 解除暴風之後我們就自己去手轉光暗星連擊同等盾就好了 我們不要開技衣 因為等一下還要靠凱撒的技衣來製造一個滿版 好 OK 還有消到光暗星同等的話理論上也是直接送過去 好 來 這邊帶走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 這邊的話第一回合我們就直接開龍科去綠珠 好 啊這邊你不用管分數 你就是場上弄到有10顆木就對了 啊你如果看場上 誒 10顆木已經到了 那就是 放手 不要再繼續轉 不然很危險啦 因為你等一下疊可能會不好疊喔 好 就這樣子 場上有10顆木就沒問題了 好 有10顆木之後呢 這邊的話就看你自己要 就採用直行還是橫行疊珠都可以 反正你自己疊得到 那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好 這樣有疊到10顆印記 好 疊到10顆印記之後呢 我們就開波特解鎖喔 啊 解鎖之後呢 我們補一個凱撒的2技下去 好 啊這邊一樣 就直接大力轉了吼 好 消到木的話是也沒差了啦 反正你打不死他就換他要打死你了 好 來 第6關 好 第6關這邊的話 我們用赤夢去把冰封炸掉 那照理來說 炸掉其實就很趨近於滿版的啦 那你如果就真的像我這樣子的話 那怎麼辦 我們就是 對 凱撒用來控版面吼 這邊照理來說是2隻凱撒下去來那個啦 控版面吼 所以就直接轉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是數字23 那這邊 我們先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空轉 就真的空轉就好了 好 空轉吼 空轉 是空轉吼 好 來 空轉之後呢 我們就去轉23 目的是讓他變成CD2啦 50 15 20 23 好 OK 好 那他受傷會反擊 好 你看到有打到143 我們保險取144好了 你看到有打到144就代表有打到25%吼 好 來 這一回合的話 我們就一樣全力去轉 轉到數字23就可以了 好 這樣應該有 50 14 17 20 23 好 好 來 這邊就把剩下的 50%帶走 齁 來 接著來到第7關 好 第7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手轉就好了 你可以 留一隻下來加險偷回合啦 不過其實要留也蠻難的 所以 就看你自己 怎麼去做取捨囉 好 好 來 這邊就三隻一起送掉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8關吼 好 第8關 如果你場上有5顆火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打格 好 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 我們就等他工錢打過來也沒差 然後稍微濾一下板 你可以把新珠濾掉啦 因為新珠在這隊真的算是沒用的 好 打過來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打格的2技 然後把它轉成強化 一樣就是直接全力轉珠了 好 把火牆拼進去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轉5種 不一樣的就好 好 這邊稍微補一個飛鷹做一個增傷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 你心裡默念水火目光暗啦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容易轉到別的吼 啊 有卡珠的話 就直接拿新珠來替代 好 OK 水火目光暗 好 有轉到5種不一樣的就可以了吼 好 這邊其實也不用急著一回合去把他帶走 一來是他CD2啦 二來就是慢慢去把他消磨掉就可以了吼 好 因為你只能轉5種不一樣的 這個手消比較低一點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想要用那個什麼 石化地 你想要石化他啦 那你就直接抓木角蜘蛛下來 然後去石化他 結界地就會消失了吼 總之我覺得這邊是不用急 慢慢去把他帶走就好了 好 來 讓他消失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吼 水 火 木 光 暗 好 OK 好 那他是越攻越強 初死 初死多少吼 反正打過來很久之後才會死啦 慢慢 慢慢抹就對了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手消指令7加火焰地 那這邊就一樣 正常手轉就好了 好 消到火也沒關係 無視反手消吼 好 然後內劍無視顧C啦 所以就一樣 直接轉 好 阿沒有一波帶走就是再多花一點回合 反正他CD3 慢慢打都來得及 至於你說要不要一定停在火焰地 也不一定啦 反正反擊過來 12萬而已 凱撒這個血是夠扛的吼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了吼 好 王一這邊的話就用赤夢去把冰封炸掉 然後接著就是紅綠燈去把他轉到位 這樣子就好了 好 阿沒有一波帶走的話是也沒差吼 反正就 對 慢慢來 一樣不急吼 好 這邊看來是還沒有帶走 如果有帶走的話他的那個 競消符石的種類會變 因為他每回合都在轉屬 好 總之這邊就慢慢帶啦 不要急吼 好 來 接著來到二階段 二階段這邊的話 你可以一回合先把這個不能消的珠子 放在凱撒的直行 阿如果沒有的話 你如果場上珠子本來就 應該說不能消的本來就很少的話 那就沒差吼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凱撒的技衣 好 然後就點凱撒直行三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波特補下去 然後飛鷹也補下去 好 然後就抓著凱撒 凱撒的角色珠 停在這一個角色珠地形 這樣就好了齁 最後一定要記得 停在這個角色珠地形裡面 不然很危險喔 會帶不走喔 好 OK 好 來 這邊就帶走喔 來 接著第三條血齁 來 第三條血 這邊的話就是凱撒的技術 然後直接去手轉就好 哇 這邊你如果 沒有辦法確保一波帶走 就記得不要去消到木 可是因為我們已經開技術了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OK的 好 那這邊毒物不要去累積到百分之百 基本上沒事 我們就直接正常去轉就好 不要想太多喔 好 OK 這樣應該是可以 好 來 這邊就帶走 欸 其實對啦 因為有開凱撒技能的關係啦 他也會有一個擋死的作用齁 所以不用怕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那個 凱撒的技術 然後去點到木的直行 然後把那個木牆畫珠拼進去 這樣就好了 啊 其他直行如果水珠太多 就稍微去把他炸掉 沒關係 好 OK 然後我們就把木牆拼進去 這樣就沒問題囉 好 我想一下喔 拼木牆進去 好 這樣子 OK 就記得不要消到水就對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走 那最後一條血的話 這邊原則上就是去 手轉三個十字 好 按轉完的時候 可以直接去把龍科打開喔 這邊我們就把最後的增傷都吹下去了 我們不要開赤夢啦 因為赤夢會引爆 好 就開那個達格 然後去轉到三個直行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三個直行啦 三個十字 這個一開始轉會很不習慣 然後我們就是慢慢的去 適應這件事情 其實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喔 好 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 啊 沒關係 我們就是慢慢去把他轉到 好 這邊可以補凱撒的飢餓 總之不要讓最後那邊打過來就好了 這邊再一次 好 OK 好 那這邊轉到之後就把龍科打開喔 一開始是真的會不習慣啦 所以你就慢慢去 轉對他 反正你有大概三回合的機會可以轉吧 好 分數也沒有說真的轉到很高啦 那這邊就大概 平平的去把他帶走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以上這邊的話 水獸黑金凱撒過這個 戚風災惡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